起到直接打電話報警 因為問獎都已經抵達目的地 沒想到車上乘客 怎麼樣就是不肯付錢 眼看司機報案 乘客還一度想狡辯 兩人在車內吵得不可開交 還得出動玻璃室大人到場調解 乘客急著向警方告狀 這輛車並非自己叫的車 不過監視器卻清楚拍下 他確認車牌後直接上車 整個過程完全沒有異狀 乘客不斷否認讓司機 實在怒告對方做霸王車 37歲的美籍男子 使用iPhone轎車後 工程手機有綁定紙本簽單 不過司機也解釋表明紙本簽單 是當面點交證明給司機 不過對方卻還是拒絕付款 讓他氣到直接報警 遇到二一座霸王車的乘客問獎 運對方式白百種 隨著多元的轎車方式付款更便利之外 下次遇到特殊的轎車情況 竟然還是跟乘客溝通好如何付款 別人的最後不只開得很累 做白鋼性更累 新新聞林佳醫師有為財安報道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